为了照顾更多长辈 不少县市政府都提出各项福利 7月份台南也加入补助行列 65岁以上的长辈都能享有 但有些县市有 有些没有 地位认为要公平 台湾人民不能因地而已 居住地不同就待遇不同 那相对比较贫穷的县市 像云林嘉义都没有这样子的福利 反而是更缺乏的地方 没有这样子的福利 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公平原则 希望说全台湾的老人 都会受到一样的待遇 我也支持世代正义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就是照顾新生儿 照顾青年学子 照顾银法族 其实都是我们国家的政策 应该要去做的 在野党团提出 长辈的健保费 大多是由年轻人负担 全面统一补助 才能减轻肩上的压力 卫福部为此也估算了一下 这一项修正草案 恐怕还要多加 三百多亿元的预算 虽然美琴泥销 让有长辈需要照顾的家庭 可以减轻负担 但如果未来保费入不敷出 是不是又要调长 年轻世代的健保费 其实在特别预算的支持 再加上补充保费 让健保连续五年的赤字 终于在2022年 由付转正 2016年因为健保减收政策实施 结余降到185亿 接下来年年亏损 2020年更突破了676亿 直到2022的基本工资 军工较调薪 投保金额上限调整 以及景气回升 税收比预期好 提高收入 摆脱负数来到103亿 2023更创下了8年来 新高344亿 尤其是补充保费的益助 立委提出老人福利法修正草案 增订综合所得税 20%以下的65岁长者 免缴缴缴健保费 估算要花到359亿元 卫福部忧心法案通过后 保费短收 结余又变负数 医改会认为 恐怕会加速健保破产 他们的医疗资源的分布 包含就医的需求困境 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你现在在谈起义补助 其实可能会延伸其他公平性的问题 再来就是政策的正当性 倘若这个提案真的通过了 那他将会并入现在的 政府负担36%里面 对于政府端而言 他本来就要负担一定的比例 所以他在政府端 他其实首当其冲 其实就是保费的这样的一个断收 但是对于民众端而言的话 他所带来也是叠加的负担的这样的一个加重 开办以来 主要来源都是寿星阶级 但渐渐的得要正视高龄社会 还有少子化 健保保费 佼佼的人变少 就得进行改革 只是这个要补助 那个也要增加预算 影响到政府负担的36% 再加上法案没有指定用途 裁员供不应求 未来都是一大问题 再加上长辈们大多是慢性疾病 每一年健保费用在慢签上高达四成 健保补助并不是解决高龄社会福利的解决之道 所以我是个人是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政治议题 保护弱势我们一定会尽量照顾到 但是问题就是一些不必要的医疗行为 我们就需要去面对的 所以说在我们的研究里面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在台湾 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看病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真正病人 病人里面又分成一种 就是有一些是慢性病的病人 有一些是非慢性病的病人 他是真的去看病 另外有种就是根本就不是病人 他是到医院里面去shopping的 去看看逛逛的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他们就要到医院去做一个 一个看病的动作 其实我们都要付出一些医疗资源 当初在总统大选 老人健保补助确实是候选人们的政见 草案说要排富 但营法族们或许才是最有能力消费的 保费又要找年轻世代要 专家也说把多的税收 增加就医知识 健保长照的未来投资 才是长远之际 TVBS新闻 钟德荣协伦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